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很大 个人很小 没有必要把一些事情看得那么重要 人生不如意是长八九 何必要强迫自己 学会知足 常想一二 努力过 尽心了 无论结果 是否理想的都无所谓了 红尘过往 没有人握得住地久天长 唯有珍惜现在 活着 想那么多干嘛 别有事没事的整天瞎琢磨 想通了 自然好 想不通 心就受折磨 心情是自己的 心灵更是自己的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让你看清人和事的十四件小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夜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同样的努力 不同的结果 人骑自行车 两脚使劲踩一个小时 只能跑十公里左右 人开汽车 一脚轻塌油门 一小时能跑一百公里 人坐高铁 闭上眼睛 一小时也能跑三百公里 人乘飞机 吃着美味 一小时能跑一千公里 感悟 人还是那个人 同样的努力 不一样的平台和载体 结果就不一样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一次宴会上 马克吐温与一位女士对坐 出于礼貌 说了一声 您真漂亮 那位女士却不领情 刚傲地说 可惜 我无法同样来赞美您 马克吐温委婉平和地说 那没关系 你可以像我一样 说一句谎话就行了 那位女士羞愧地低下了头 感悟 你扔下的石头 绊倒的往往是你自己 高在忍 跪在让 野猪和马一起吃草 野猪时常使坏 不是践踏青草 就是把水搅浑 马十分恼怒 一心想要报复 便去请猎人帮忙 猎人说 除非马套上配头 让他骑 马报复心切 答应了猎人的要求 猎人骑上马 打败了野猪 随后又把马牵回去 拴在马槽边 马失去了原先的自由 感悟 你不能容忍他人 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思维方式 一户人家有三个儿子 他们从小生活在 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当中 他们的妈妈 经常遍体鳞伤 老大想 妈妈太可怜了 我以后要对老婆好点 老二想 结婚太没有意思了 我长大了一定不结婚 老三想 原来老公是可以这样打老婆的呀 感悟 即使环境相同 思维方式不同 也会影响人生的不同 贪满多损 谦卑多福 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 意外让他喜不自禁 确定没有危险后 他便开始了在米缸里 吃了睡 睡了吃的生活 很快米缸就要见底了 可他终究 还是摆脱不了大米的诱惑 继续留在缸里 最后米吃完了 他才发现 跳出去 只是梦想 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感悟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坦 其实到处都是危机 换位思考 第一天 小白兔去钓鱼 一无所获 第二天 他又去钓鱼 还是如此 第三天 他刚到 一条大鱼 从河里跳出来 大叫 你要是再敢用胡萝卜当鱼儿 我就贬死你 感悟 你给的 都是你自己想给的 而不是对方想要的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付出 不值钱 心太对了 人生就顺了 一个朋友是医生 一次癌症手术 打开后发现切不了 只好在房上 去和病人解释情况 那病人农村来的 听不懂术语 坚持认为手术过了 病就好了 只好让其出院 一年后回访 真的好了 癌细胞消失了 感悟 乐观的心态 是最好的手术 把握时机 那年他坐在咖啡店等朋友 一位女孩走过来问 你是通过王阿姨介绍 来相亲的吗 他抬头打量了一下他 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心想 何不将错就错 于是忙答应道 对 请坐 结婚当天他坦白 当时自己 不是去相亲的 老婆笑说 我也不是去相亲的 只是找个借口 和你搭讪 感悟 机遇来了 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他 放下便是拥有 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 一个老人 不小心把刚买的新鞋 从窗口掉了一只 周围的人 倍感惋惜 不料老人立即 把第二只鞋 也从窗口扔了下去 这个举动 让人大吃一惊 老人解释说 这一只鞋 无论多么昂贵 对我而言 已经没有用了 如果有谁 能捡到一双鞋子 说不定 他还能穿呢 感悟 注定无法挽回的痛苦 不如早点放弃 人只有学会放下 才不会自寻烦恼 纠结难过 人只有坐在 要放下 才不会斤斤计较 怀恨在心 人只有坚持放下 才不会消极悲观 活得压抑 放下其实很简单 不要太在意 选择看淡 不要想太多 努力忘记 不要总纠结 果断舍弃 在时间的洗涤下 伤痕一定会痊愈 说话的艺术 女生公开投票选斑花 相貌平平的小梅 发表演说 如果我当选 再过几年 在座的姐妹 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 我上大学时 比斑花还漂亮 结果她全票当选 感悟 说服别人支持你 不一定要证明 比别人都优秀 而是要让别人觉得 因为有你 他们才变得更优秀 更有成就感 给予和接受 穷人问佛 我为什么这样穷 佛说 你没有学会 给予别人 穷人说 我一无所有 如何给予 佛说 一个人一无所有 也可以给予别人 七种东西 言诗 微笑处事 言诗 说赞美安慰的话 心诗 敞开心扉 对人和蔼 言诗 善意的眼光 给予别人 深诗 以行动 帮助别人 坐诗 既谦让座位 防诗 有容人之心 感悟 不要有太多 没意义的计较 多给予别人 你可能会收获 意想不到的财富 和快乐 勤快 有个小弟 在脚踏车店 当学徒 有人送来 一部坏了的脚踏车 小弟除了将车修好 还把车擦拭得 漂亮如新 其他学徒 笑他多此一举 车主将脚踏车 领回去的第二天 小弟被挖到 他的公司上班 感悟 原来出人头地很简单 勤快点就行 正确看待自己 一青年向道士求教 师父 有人说我是天才 也有人骂我是笨蛋 依你看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道士反问 青年一脸茫然 譬如一斤米 在饼家眼里是烧饼 在商家眼中是酒 在乞丐那里 就是救命的一顿饭 米还是那米 青年豁然开朗 感悟 只有我们自己 能决定我们自己的样子 而别人 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 看待你 适合自己 才是最好的 虾 见到螃蟹身上 有时呈现出好看的红色 很是羡慕 螃蟹告诉虾 他常常跑到陆地上晒太阳 当强烈的阳光照耀他时 身上便呈现出好看的红色 虾听后兴奋不已 一跃跳到了岸上 也学着晒起了太阳 结果却被太阳晒死了 感悟 生活是什么 生活不是一场比赛 非得和别人去竞争 和不爱酒的 谈论不出酒多醉人 和不爱茶的 讨论不出茶多香醇 自己的生活 自己开心就够了 无需盲目模仿别人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